今天早上那個快篩的兩名機場人員 想請問他們主要負責的工作是什麼 是負責手推車的航廈人員嗎 謝謝 對 兩位大概是負責 一個是不是同單位的 那另外一位是負責 手推車的相關人員 這邊的問題大概都很類似的 所以我們需要我們的護理人員進去做 一相關的一些督導 大家對於戴手套的一個概念 有一些些的不是那麼的完整 往往都認為戴了手套之後 戴了手套 之後 你的手套就是一個污染區 是不能亂摸的 那你當要去乾淨區的時候 這個污染區的 物質相關的配備都要把它清除掉 然後重新自己適當的消毒 才能到乾淨區去 這些都很小的問題 都會有衍生 像我們講就是說 現在我們看到在介紹的時候 有人戴著手套 然後拿著麥克風 然後講完話 又把麥克風遞給一個沒有 戴手套的人 那其實這是不對的啦 戴著手套就摸了東西 摸就盡量不要去摸東西 如果要摸 那個東西就屬於是污染的 那你拿就不能再遞給他 你可能可以直接 去問他 所以這很細節 但是所有的錯誤都累積在這個細節裡面 好像早上我到機場去 我要到機場去的時候 有看到我們很多的 記者朋友們都防護得很好 有穿這個 防護 這個隔離衣的 有戴面罩的 有戴眼罩的 有戴口罩 當然一定戴 那手套也有人戴 但是我們看到就是那些麥克風 就堆在一個箱子裡面 而且都沒有戶套 所以我在這裡利用這機會特別呼籲 我們的記者朋友們 我們現在開始我們是禁止 訪問在入境的旅客 大家知道在入境現在的風險持續非常高 前兩天 那個王國財部長到機場講說 那個風險 機場風險已經增加5倍 這是一個報告 我們在 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機場 我們入境的染疫率大概 百分之0.15% 然後到上個禮拜 我們入境的那個 染疫率已經到達百分之0.81% 至5倍 可是這兩三天 就已經到達百分之2 接下來會超過百分之2 所以換句話說 我們在機場碰到所有入境的人 以現在這個時間你50個你就會碰到一個染疫 那再過來會更多 大家看到從這兩天 國外這個250萬290萬 那以一個概率而言 那進來的可能性就更高了 所以那是一個極高風險的區域 大家不但一定要把自己也保護好 也會保護其他的人